现在咱们就给这一款18年前的手机安装软件 我这边下了一个7290的软件合集 那它这里仔细看一下 看书QQ浏览器游戏主题 底下还有那么多 这个像什么背景灯光管理 BB系统信息 大智慧炒股 还有键盘锁 金山尺霸 电黑名单 校内 牛津英语 各种各样的软件都有 移动光网也有 对吧 很全面 在谷歌地图都有 那么随便选一下 装几个试试看 那要用到的软件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黑莓自己的一个 blackberry 这个是桌面的一个系统 那么连接上以后呢 看到我们这台机子 它已经跳出来 连接成功了 OK 那直接这里添加和 删除应用程序 这里开始就可以了 直接点打开 好 就可以安装了 OK 那我现在 随便选了 这里半兆的软件 为什么那么大呢 其中有一个 就是这个 金山尺霸 它呢 因为有很多瓷库 居然有五兆 其他都是几百k的 那直接下一步 然后安装就可以了 这么多软件 完成 然后再安装 等它跳好之后呢 软件就到手机上了 结果手机就关机了 翻车了翻车了 OK 那现在啊 终于重启成功了 它呢 花了八分钟 才把这个机给开出来 看到这边 哎 软件多了很多 对吧 OK 咱们现在啊 来试玩一下 装了软件的黑莓 那装了软件之后呢 这里上面的图标变多了 前面几个都是游戏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叠方块 四五就是左右离动方向 那么八就是往下降 OK 这样子会消掉也好 这就是比较 比较画面好看的叠方块吧 对吧 很不错 俄罗斯方块 那么退出这个游戏 怎么退出 啊啊啊啊 那个退出 居然不可以退出 哦 它呢 其实是可以呼出后台的 按住这个 你看 就可以有后台了 也就说呢 这个手机是多线程的手机 哎 可以同时打开很多软件 然后现在我们来玩一下 超级满的样 OK 现在呢 咱们开始游戏 跳 跳 哇 跳那么高 往前走 哎 就是这个六跟二啊 要一起 哎 哎 金币吃了 金币再吃了 哇 一键双标 对吧 我们跑一下 脱退 哎 这个操控啊 非常的不好 因为六跟二呢 要一起按 才能前进跳 虽然啊 这个游戏是可以玩 但是操控 基本没有 哎 失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这个 金币吃饭 哎 这个程序呢 五兆啊 不得了 你看 看一下能不能运行 哎呦 直接就运行了 我们随便打一个英文字母 好 签示 中文啊 我 你 嘿嘿嘿 厉害了啊 I跟你 然后 我 是 谁 嘿嘿 不可以 这种词主不可以啊 笨蛋 老了 有了 有了 这个 你看 这个就是笨蛋的意思啊 金山齿斑啊 用 是可以用 有点麻烦 这是一个 闹钟 啊 秒表 这是个秒表 开始 呵呵呵呵 这个挺厉害的 数字那么大 哎 起到了一个即时的作用 然后下一个 QQ2007 正在启动 请稍候 哇哇哇哇哇哇 看 看 看 这就是QQ的灯幕界面了 而且这个QQ呢 是可以后台接收消息的 为什么呢 我们直接退出 直接用这个退出 你看 我们移到主屏幕 哎 主屏幕哎 再一后台 哎 移到QQ Q哎 就切回来了 哎 这个厉害 这就是智能手机啊 多程序运行 OK 我们关注它 然后往下看 看一下这个 五个地图 这个打开不了 这个需要网络 然后这个是open 这是一个浏览器 肯定是测试不了的 因为它没能够连到网络 果真呢 这个网络就是碰到的问题 那么怎么就只能退出了 虽然没有脸上网 但是可以看到它 大概的一个操作界面啊 上面是打网站 底下是搜索 默认的是谷歌的搜索 底下还可以有标签 像什么 雅虎标签啊 凤凰网的标签啊 哇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在2004年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着这个手机 哎 上网了 牛啊 真的牛啊 咱们刚才 不是弄了主题吗 咱们给它来换下主题 于是同时 一开始的主题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换主题 主题在这儿 点进去 咱们主题没有装进去吗 当你要删除软件的时候呢 直接在手上可以操作 删除 今天呢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它这个手机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拿来看小说 如果啊 我这个果轮件有用的话 我就可以单只手 拿着 然后滑动滑动滑动 看小说了 而且不管你太阳再大 它都不会说看不清 OK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 记得评论点赞关注 哎 我脸上怎么突然多了个口罩 因为我刚才出去 拿一个顺逢快递 拜拜